今天身陷论文抄袭风暴 总统曾经喊话力挺 但是党内逆风者不少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昨天才公开呼吁林志坚要之所进退 今天林志坚就退选 让不少的网友直呼是沈欲言 王世坚则改口称赞林志坚的勇气 还用穿错鞋来比喻 强调起跑前还是可以换鞋继续跑 不过林志坚和参选人们的形象照早就拍完了 现在临时换降 文宣品可能都要重做了 这些都是就对了 一把把扇子上头还有大大的坚定守护 但如今奸下棚上已成定局 这些宣传品恐怕都得通通报废 议员服务处后头还有好几箱 没发出去的面纸等等文宣品 上头都印好跟林志坚共同竞选合照 就连外桥好景面大型看板 也都要撤下重拍重做 临站换降桃源市议员小鸡 实在损失惨重 目前还没估算 当然损失会很大 而且才挂上去几天马上要换下来 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不过就有人大战林志坚有勇气 大炮王世坚原先公开呼吁之所进退 布甩总统挺监令 遭到党内围剿 没想到隔一天 林志坚真的退选 也被大战士神预言 攻击我王世坚的霸凌高家瑜 完全没有人格的渣渣 他们就闪到边边去吧 选举了换降必输 错 鸣枪起跑前 发现鞋子穿错脚 那换一下而已嘛 但就代表小米党内杂音了吗 接棒的郑运棚一路相挺 林志坚清白 曾发难的高家瑜 跟引起立委们一整天依旧静悄悄 我把这个陶渊整个政局搞乱掉 对于陶渊来讲大流血 中央应该做一个更收缘的考验 杰克论文事件极灭火旧选情 林志坚主动宣布退出陶渊市长选战 但伤害已经造成 这台北陶渊综合报道